从未见过如此恶心的学生 亲眼目睹残疾少女捡东西 不小心从轮椅上摔倒 他们非但没有主动帮忙 反而上前嘲笑调戏对方 其中一人甚至将手伸向女孩的欧牌 好在这时即突然出现制止了他们 两位不良少年不甘心还准备动手 关键时刻人狠话不多的东敢道 一脚将气踹翻 两位少年还想纠缠 可这里的动静已经引来大批学生 两人只能作罢 随后三人想要帮助林赖 可惜却遭到拒绝 性格要强的他 还是无法接受别人的帮助 离开后几人找到亚里莎 准备商讨学校的事 可气氛却十分低沉 因为两周前失落圣诞再次爆发 导致东京发生巨变 为了防止病毒扩散 7号线以外的区域遭到封锁 网络与电话也失去作用 人们聚集到各地的避难所逃生 葬礼社的众人也散落各地 只有林赖宇东来到学校躲避 现在学校有供奉院的支持 物资还不用担心 GHQ也声称只要清理完感染者便会解封 可谁也不知道 意外与希望哪一个会率先降临 所以众人的情绪都十分低落 脑袋灵活的萨太突然想到 可以搞一场文化剂 来缓解一下学校压抑的气氛 财大气粗的亚里莎也十分支持 于是在众人的忙碌下 全校开始了缤纷多彩的活动 商讨结束后 古巡找到极单独谈话 他没想到极居然也会同意这个决定 极表示只是想用文化剂 来缓解牙离开的痛苦 随后极给古巡展示了新的能力 但他却认为以后再也没有使用的机会 古巡深知GHQ的本性 认为用不了多久 极的右手与王之力就会派上用场 很快文化剂正式开始 冬与花音开了家动物咖啡厅 叶齐在萨太的安排下 准备搞一场演唱会 就连潜入的达利鲁也被冬拉去当了壮丁 为了表示感谢冬还将棒棒糖送给他 一向傲娇的达利鲁很不情愿 结果被冬强行塞入嘴里 事后虽然吐槽棒棒糖廉甲 可嘴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过 与此同时小季也找到林莱 让他帮忙制作捧花 实则是为了陪伴林莱 还有感谢藏仪社给季带来的改变 就在学校的氛围新兴向荣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 真心青年团在GHQ的扶持下 获得大量军火还有机甲 并准备向学校发动攻击 第二天林莱找到冬说出心里话 他质问冬为什么要切断他与机甲的联系 当时的他如果还能战斗 死的就会是林莱 可事后却赖在他头上 不过东并没有生气 他知道林莱是自责才会这样 夜晚林莱望着彩排的叶琪无奈感叹道 叶琪还能唱歌 可失去机甲的他 就如同一个废物 即发现后上前安慰 但林莱依旧在未牙的离开而感到自责 就在这时真心青年团发动攻击 学校瞬间陷入混乱 急推着林莱离开 准备送他去安全的地方再返回战场 可林莱却十分固执 不想当逃兵的他 强行般停轮椅摔倒在地 悲伤的情绪再也无法压制 眼泪如同绝地一般流了出来 他告诉机甲给了他机甲 就是赐予了他新的双腿 如今机甲毁了牙也不在了 可他还是想尝试一下战斗 而不是成为大家的累赘 就在这时虚空法阵的光芒突然升起 在小技被攻击时 林莱从天二将将他救下 虚空之力赐予他新的双腿 林莱在这一刻重获新生 他掀开白布遮挡住敌方车辆的事宜 让他撞在了墙上 敌人下车后准备开枪 东操控的飞耐鲁及时赶到 将对方轻松解决 及抓住机会取出叶琪的虚空 将敌方的机甲一刀摧毁 并在全校同学的注视下 与林莱来了波完美谢幕 随后叶琪的歌声响起 同学们受到惊吓的心灵也得到安慰 林莱告诉吉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奔跑的感觉了 而吉也醒悟过来 之前是他将王之力想得太过复杂 林莱也是如此 他会怀念鸭蛋不会再陷入自责化 同时他也向吉表示感谢 就在这时电视有了信号 东将GHQ发布的信息投到学校宫廷上 此时的京道已经成为岛国的临时总统 他告诉群众在7号线内 没有发现重度结晶化患者以外的幸存者 临时政府和GHQ决定停止救助活动 为了净化病毒 在今后的十年内会完全封锁周边地区 而学校也在封锁范围之内